心脏位于身体胸腔的左下方部位 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 它既可帮助我们机体把血液运输到各个地方 也是帮助我们机体供气的器官 但是因为很多人对心脏保护的疏忽 让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心脏病 心脏不好的人睡觉的时候会有三种表现 一 失眠咳嗽 二 手脚冰冷 三 呼吸困难 那么大家是否有听过 心脏不好要多吃二黄 这二黄代表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香蕉 其中一黄就是香蕉 香蕉含有丰富的甲离子和少量的钠离子 甲离子具有抑制钠离子收缩血管和损坏血管的作用 有助于维持人体内的钾纳平衡 并可协调心脏收缩 研究显示 每天吃两根香蕉可以有效的降低10%的血压 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并且香蕉的果饼还具有降胆固醇的作用 平时可将50克的香蕉果饼洗净切片 然后用开水冲泡饮用也可以哦 那么另外一种黄色的食物是什么呢 那就是黄香菇 大量临床研究表明 经常吃香菇有助于保护心脏 由于香菇具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 而且有助增加体内的维生素低水平 其中的多种氨基酸和蒲聚糖等物质 可防止动脉样周硬化 降脂、降压和调节免疫系统 经常使用还可以减少心脏病、并发症 如血综合症、恶性、糖尿病和肥胖等症状哦 那么除了这两种 还有什么水果可以预防心脏病呢? 水果能预防心脏病 由于嗜子为罪 西方院女说 一日一苹果不用看医生 不过讲到预防心脏血管硬化 那苹果就得在柿子的面前甘拜下风 据了解 柿子含有大量的纤维矿物质 以及石碳酸 这些都是阻止动脉硬化的要素 柿子的纤维含量比苹果的多出一倍 石碳酸和甲、铁、铁、蒙等元素的含量 均比苹果的高出许多 只有同心含量略低于苹果 因此中老年人适量的吃点柿子 对于心脏是很有益处的哦 除此之外 番茄也具有抗血酸的作用 对于预防脑梗死和心急梗死等疾病 都有很高的价值 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番茄的作用 当以生吃最佳 营养学家建议 可坚持每天吃一个番茄 或饮用番茄汁 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50毫升 而且尽量不要放盐 每天乘起 正值体内水分不足之际 血液较易凝结 这个时候生吃番茄 或饮用番茄汁 是最佳的时机 中老年人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食物哦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多吃山楂 这是因为山楂肝酸微温 是开胃消食 增强消化功能的良药 常被人们设为长寿食品 山楂中丰富的黄铜类 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能够有效的阻止自由基的生成 增强身体免疫力 能增强食欲 改善睡眠 保持骨和血中的钙痕定 具有扩张血管 增加血管的流量 降低血压和胆固醇 软化血管 以及利尿和镇静的作用 山楂酸还具有强心的作用 因此对心脏病 是非常有益处的 再来还有什么水果 适合心脏病患者使用呢 那就是猕猴桃 这是一种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水果之一 它含有十多种的氨基酸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 包括了钙、磷、铁、 还有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 猕猴桃可以预防老年骨质收松 抑制胆固醇的成绩 具有抗氧化 改善心肌功能的作用 以及猕猴桃 性酸、胃干寒 具有身经润造 解热除烦的功效 因此常使用对血之异常 动脑氧化 防止灌心病 心肌病等都有一定的益处哦 那么小编介绍了如此多种类的水果 适合心脏病患者使用 不晓得大家更喜欢哪一种水果呢? 若大家每一种水果都喜欢 不妨每一天不一样的水果 这样每天吃上适量的水果 就可以帮你有效的预防心脏病的发生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些水果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哦 记得分享让更多人知道 尤其是心脏不好的朋友知道 他们应该多吃这些水果 别忘了按赞以及订阅哦 谢谢大家